同學都很年輕 他們都是18、19歲從歐洲來的一些大學生 然後問到幾歲的時候 我就卡住 因為我在想說要不要講我真的年紀 可是我都怕他們嚇到 所以我就說那你猜 然後大部分人就說 我猜差不多應該23吧24 我就一直加一直加 加到最後我跟他說我42歲 然後他們就說你怎麼可能保持得這麼好 我那時候呢 一開始還不了解說一定要是美國人的時候 我就說我可以辦嗎 然後那個店員就說不行要滿18歲 他以為我沒有滿18歲 會不會聊天 就變成你在美國生活一個很重要的機率 我想說完了不行 因為我一定要講好 所以這個部分去報名了 我就很直接跑去語言學校問他說 有沒有四個禮拜的課 可以讓我上一下這樣子 有經過考試 然後我就被安插進去程度最低的那一班 同學都很年輕 他們都是18、19歲從歐洲來的一些大學生 大家都會問說 欸你從哪裡來啊 然後你幾歲啊 然後問到幾歲的時候 我就卡住 因為我在想說要不要講我真的年紀 可是我都怕他們嚇到 所以我就說那你猜 然後大部分人就說 我猜差不多應該23吧24 然後我就想說 人也太好了吧 可是他們真的看不出亞洲人的年紀 然後我就說沒有沒有再多more 他就 多 28 我說no more 30 我說no 再多一遍 他說 30你也 你還比30多 然後就一直加一直加 然後加到最後我跟他說我42歲 然後他們就說 尤其是女孩子 女孩子的反應都說 你怎麼可能保持得這麼好 然後就問我說 你做了什麼 我就說 每天晚上擦很多保養品啊 不要運動啊這樣子 然後 然後他們就說 哦 我好希望我 可以在30歲的時候 還是像你這樣子 40歲的時候還是像你這樣子 然後我就跟他說 OK啊 你不要喝可樂啊 哈哈哈 含糖也沒有不要喝啊 我就去那個Victoria's Secret 維多利亞的迷你去買那個 他們的運動內衣 結果去結帳的時候 我就想說 欸來加個會員好了 因為畢竟 加會員是不是會有一些折扣等等的 然後我就問他們的那個 店員說 呃 我可以加會員嗎 他發現我不是美國人 他說 哦 不行 我們一定要 一定要是美國人 而且 而且 呃 你要在美國是有工作這樣子 然後我發現我剛好 他在美國是 呃 他有綠卡 他美國有工作 然後 所以 他就可以辦他們的信用卡這樣子 我那時候呢 一開始還不了解說 一定要是美國人的時候 我就說 呃 我可以辦嗎 然後那個店員說 不行 要滿18歲 他 他以為我沒有滿18歲 因為我跟我同學的女兒 站在一起 他以為我是 他女兒的朋友 大概才15歲這樣子 是不是很扯 太扯 超扯 超扯 我覺得真的是 滿爽的 哈哈 很多時候 他不看我ID的時候 比方說像租車 他看我的護照 然後就 嚇到 1980生了 怎麼可能比我還老 看起來比我還年輕